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希希 早餐到了 下来吃吧 蛤 你是不是想吃蛋饼对不对 对 那来吧 给你这个草莓的盘子好吧 好啊 我们等一下要剪头发 所以我们不能吃太久 好 头剪不起来 我把你 你不要喂我 我们要喂你了 哈哈 你不要看好吃了 我们都不看对方吃 好 非常安静的吃完可以吗 可以 快 快 好警惕他每天 哈哈哈哈 你只要不要往前拉一下 不用了 好 哈哈 喝好了吗 好饱哦 休息一下我们出门去剪头发 好 走 好 洗头发麻烦 洗头发麻烦 对我头发太惨了 嗯 趁机 对对对对 在他不能够动的没有防备的时候 对 坐哪里啊 你会不会紧张 不会 不会啊 嗯 这么厉害啊 对 这是他他人生第一次在外面剪头了 啊 就一直没有剪过啊 没有剪过头发 所以我问他会不会紧张 哦 你想怎么剪 你跟哥哥说 就这样子 这是长长的 然后这几段短的 到我 一点 再给我一点点眉毛而已 好有主见啊 爸爸都没听懂 爸爸都没听懂 想一下什么意思 再剪短一点 大概到哪里 你跟哥哥说 这里 长一点 这里 好 好 好 他对自己的头发很有想法 打叶子 好可爱啊 我帮你把这个下面加一点弯度好不好 不用了 不用了 咋了 哈哈哈 这是什么 自己不 啊 哈哈 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 美哥不高兴啊 喜欢吗 喜不喜欢 喜欢 喜欢 对啊 那你为什么有点不高兴 回去说好吧 是不是剪了头发有点难过 是不是 那把留一个自己剪下来的带走 好 你舍不得那个长头发 没剪过头发 是这个点 留给自己 再多一点 再多一点是不是 这样够不够 够 好 这样我带走 怎么就不难过了 好吧 好 好吧 不像 好 你有印象 紫耀达第一次 他剪头发 就有意识 要自己要什么发型 那个瞬间吗 也有 就跟他家女儿很像 他就跟我说 我只要剪刘海 不要动我后边的头发 然后我当时 我心里想 你小孩你懂啥 然后我就去了 然后那个理发师说 我觉得底下头有点分叉 骂人要不要稍微修一修 我都没有问我女儿 我就说都修一修 然后她就这样就生气了 自己坐在那儿哭了 老长时间了 就说我说了不要碰我底下头发 你看你这还算好的 对 这边直接剪哭了 对 今天我确实做错了 没听人家的想法 对 对 好 对 对 对 回去拿一个截刀把那个 我的瓦派截掉 你想把瓦派全部剪掉 不喜欢是不是 对 对 对 你是想要把额头露出来 对不对 那没有关系 我们不用把刘海剪掉 你只要把这边的头发梳起来 然后我们有那个小夹子夹起来 就跟之前一样了 对 没关系 头发长很快的 不要把这个情况欣赏 知道吗 头发都是小事情 对吧 回去说 到家了 这个头发我们先放这里好不好 好 你不要丢垃圾桶 怎么可能丢垃圾桶 我们先来解决这个头发 剪了不喜欢的问题对不对 对 就是我不想要把你拿个笔子 不好看是不是 嗯 好 但是我们今天也尝试了对不对 尝试了才知道不喜欢对不对 爸爸今天看你剪完站起来 就知道你心情不好 一眼就看出来了 他感觉就是个习惯这个头型 看过来就好 他的安全感 头发现在把太低了 你把太低了 我还没有要把 这里可不可以 可以 这样子 在哪里 再上去一点 好 这里 这个位置 可以 你会扎头肺啊 硬扎嘛 硬扎 对 就这个位置 这样已经很不容易了 能这样 那不是透气去的 你好像不会缩头发一样 我吗 对 我怎么可能不会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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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嗯 可以 然后把爸爸把你用前面带发控 来 我会摆了 他现在跟头发较劲呢 现在 心情还没好 爸爸把你输一下前面 把他往后输一点 不要 口这边掉下来了 不要 怎么又生气了 不是绑起来了吗 还是生气吗 对 画画你想不要画一点 好不好 走吧 画一点 好久没看你画画 走 来 我去玩了 你要不要一起 你快走 啊 你快走 我在下面等你 对 OK 他不会有那种 大时空 就还是 对 他自己很稳定 然后他自己想 对 然后他不想丢脸 他不想让他爸看他生气 哎 性格很强 这小女孩 哇 还自己排解 好 不幻 哈哈 在这边 在这边画画 还是在那边画画 在那画画 在那画 外面 对 昨天那个画本 对 好 好 我们随便画 好不好 要画好不好 我看看 那我画你 来 你不要画我丑 那我 我画你今天剪完头发的样子好不好 好 很不开心 很不开心这样 生气那种 好不好 好 画很累哦 你没有出吗 样子神气动了 又咋这个样子 希希 你看 这就是你今天 剪完头发样子 什么 那是火吗 一团火 把我画这么丑 为什么 你很生气了 生气就不好看 今天 你剪头发的时候 你不喜欢 你怎么不跟那个哥哥说 我觉得 姐都还好看 结果 现在很怕一些 姐都还不好看 是这样 也很好看 那以后我们等 脸上肉少一点的时候 再去剪一次刘海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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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 好 好 还是挺好玩的 爸爸是长这个样子吗 对啊 很像 可以 不知道鼻子怎么变这样 你装镜子就知道了 可以 我知道全部都要 好了 然后把头掉出来了 姐姐 以后可以在帐篷里面讲故事 奶奶可以在里面讲故事给你听 对啊 灯 把灯关掉 这是什么故事啊 这个我 爸爸正想念给你听 过来 来 爸爸跟你说 过来 你现在是不是长大了 然后在外面不是会遇到很多人吗 嗯 爸爸就准备了几本书 也是想要告诉你 就是以后呢 爸爸和奶奶不在你身边的时候 你要怎么保护自己 知道吗 对 小公主 自我保护 她叫珍妮 她妈妈跟她说 珍妮妈妈出去一会儿 你在家乖啊 然后妈妈说 你可以去找后面的莉莉丸 你们可是好朋友哦 可是珍妮呢 刚走出家门没多久 碰到一个陌生的女人 陌生的女人 把珍妮家的每一个房间都看了一看 发现没有其他人在家 这时候 她非常邪恶的笑了 我好险她妈妈突然回来了 你是谁 你想干什么 然后这个胖女人才吓得跑出去 珍妮哇哇的大哭 把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她妈妈 好恐怖哦 很恐怖是不是 这故事有点恐怖是不是 对在外面 就真的会有一些 不好的人 会坏人 所以我们一定要保护自己 好不好 要小心 不要相信陌生人 知道吗 我知道 我好想再听一个故事 故事虽然恐怖 但是还是很喜欢听 你还想再听一个故事哦 那爸爸再讲给你听好不好 好 妈妈说泳妆所遮盖的地方 就是我们身体的小秘密 不可以让别人乱看乱摸 甚至其实是膝盖以上 都不行 都不行 对不对 然后珍妮说 哪些接触算是不正常的呢 爸爸说 别人一直抱你 要想亲你 绝对不行 对不对 反正如果在外面有发生这种情况 一定要回来跟爸爸和奶奶说 好不好 不要怕 很棒 你家太霸头了 你家太霸头了 哈哈哈哈 爸爸心里的那个关于女儿的东西 我就会特别重视 我觉得要更增加我跟女儿相处 不管做任何事情的时间 培养好我跟他两个人之间的东西 你家太霸头了 你家太霸头了 你家太霸头了